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手机虽然名字就像袜子一样又臭又长 但使用起来十分简单 和市场上其他工具不同 它的操作非常简单 能让手脚不灵敏 痛风 关节痛等活动不方便的人 轻松而且无需别人辅助的穿上袜子 只需要将袜子套入秃槽 使袜子的脚跟放在桥上 袜子的脚趾指向下方 然后将其放置在地板上 将脚伸进去就大功告成了 除此这款国外制造的豪华穿袜辅助器 方便穿上袜子后把辅助器抽出 可翻区的瓦片状部件带有防滑垫 可减掉部分方便调节袜子的长度 而且另外配送的鞋拔 还能够帮助你轻松的脱掉袜子 还是十分方便的 我们知道 尤其是家里的老人 虽然自己已经到了行动不变的年龄 但是为了不麻烦别人和孩子 总是会自己去尝试完成一些事 让我们看着心里也很不适思慰 而且这些不起眼的小发明 或许对于他们来说 能够带来不一样的意义 当然也不一定又是老年人 对于恰逢腰伤的你也是很有用的 毕竟不是每个人都能受得了你的脚 想要了解更多有关科技的创意脑洞 请关注科技美学微信公众号 和资讯100秒官方微博就行了 我们会为你持续奉上